祖林眼下的一花一木生意盎然 启明关怀路是协会赋予旧物新生命 盆价、园艺成为疗愈的装置艺术 还有这一个个造型精巧的布包 从习物市集而来 欢迎大家有空来挖宝 然后我们在常态的会在深西路13号5楼 那我们这边是如果用得到 然后觉得有用 我们是都可以带回家 自己乐卷就好 促进好物交流 同时也让妈妈们的好手艺 有了展示的机会 将牛仔布重新组合缝纫 加入创意 就是一件件令人惊喜的作品 把它变费为宝 还换一个心 而且牛仔的事永远不会贴流血 在劳动部的协助下 启明关怀路是协会 已开设系列课程 加入瑜伽运动 让现代人关照自己的身心灵 可以放松我们颈部、肩膀、背部 然后调整我们的脊椎 藉由动作来带领你的呼吸 我们创造了许多的他经济 所谓他经济是女士的他 培养我们的金融人员 有第二专场 透过这地方的一个呈现 可以让金融市的市民 妇女们得到休憩 许多按摩师也是在这边 培育他们作为文化传承 跟记忆传承的一个点 所有的课程都将开花结果 10月14号傍晚将在海洋广场 举办盲人万花筒活动 透过盲人万花筒这个小小的视窗 我们会发现 市场朋友他们其实会拥有许多 不可能中的可能 就是要让大家看见不可能中的可能 协会规划动静态展演及市集 推出原邮券 从一件件作品与一场场演出中 呈现共荣 让您感受到友善城市的美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我们之后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